誰 哪一些星座的人 轉換跑道 他的成績更亮眼 安格斯早 早安 千玲 我們講到轉換跑道更亮眼 這三個就是很適合 比較善變的星座 而且就非常適合一直跳... 首先我們講到第三名是雙子座 這個我隨便猜都猜得到 一定有雙子 雙子座本來就是一個 很善變的星座 雙子座其實 因為我們常常有時候 在一些創意的部分 會講到雙子是一個流行 敏感度非常高的星座 製作以雙子 能Follow的流行尖端 像小S這樣 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範例 OK 對不對 我們講到雙子座 要跟隨流行趨勢 靈巧的去賺創意財 也就是說現在 是要隨時做足功課 無論是看新聞 看報紙 看網路 總之現在流行什麼 你抓住什麼 那你不要怕說換跑道 有什麼不好 雙子座反而是能抓住 隨時在變的這個流行脈動 他的錢就會映射盡上 所以當然會更亮眼 所以善變就要一直變 一直變對不對 好 還有誰更善變的 更適合的 第二名的星座 第二名是射手座 射手座跟雙子座不一樣 射手是天生耐性就不是很夠 他做一件事通常會做不久 那該怎麼辦 就三分鐘熱度的意思 三分鐘熱度 可是射手座 因為是一個天生嗜好 非常多元的一個星座 如果能把這些嗜好 加緊練習一下 把這些專業磨練自己的興趣 它就變成你的技能了 人生就應該跳躍 這是射手座的原則 射手要善用自己的好奇天性 多技能就容易閃耀 比如說現在淡初很久 沒有主持的飛哥 張飛 還有開飛機在 開飛機 騎重機 他每一個都玩得很好 那射手座其實就是要這樣 把自己的興趣發揚光大 也許每一門都可以變成 你的第二事業 譬如說你本人看星座 解塔羅牌 剛剛我才發現 他也會解夢來的 重點是我要讀心理系的 對 那這個很有意思 轉換跑到更亮眼 第一名的星座 講到第一名的星座 它其實是集上面兩個的大層 它既對各個事情 又感興趣又跳躍 講到這個星座是天秤座 第一名 第一名天秤座其實反而不要像是 有一些星座應該執著 像牡羊座 處女座 是那種很執著的星座 所以反而不要換 它就可以有一個成績 天秤座反而是 美育困難就轉彎 所以他對這個困難的時候 不用去鑽牛角尖 不用執著 只要沒轉彎 他就會發現曙光在那邊閃耀 所以天秤座就剛剛講到 遇到困難記得就轉個彎 你就會找到生機 真好 碰到困難就轉彎 轉彎有生機 恭喜天秤座 好 謝謝